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多结雄灯法相的特征与它的意义 每一尊佛像的特征及细节 无论是知识 手印 或者是装饰品 都能体现成佛之道 当然 多结雄灯 一位完全证悟的护法也不例外 首先 我们可以看到多结雄灯的头 戴着一顶圆顶帽 圆顶帽代表中喀巴大师 对龙树菩萨中观正见的教会 他也是多结雄灯所保护的珍贵教会 因为没有中观正见 是没有办法成佛 接下来 多结雄灯穿着袈裟 出家人的三衣 分别代表别解脱戒 菩萨戒和密续戒 这也说明多结雄灯 严守着这三个戒律 而多结雄灯的右手 拿着一把文殊菩萨的智慧剑 文殊菩萨的智慧剑 代表多结雄灯 可以断除我们的五明 五明也就是对于真理的错误见解 而且这把智慧剑 是以弯刀的形式显现 这代表它可以更快速 及更有效断除我们的五明及烦恼 多结雄灯 左哥伯也有一把金刚钩 金刚钩代表多结雄灯的能力 可以直达三界 三界就是欲界 色界和无色界 除此之外 金刚钩也代表 它可以驯服我们的心 以及可以勾住 有利于我们修法的条件和支援 多结雄灯的脚 是穿戴着护皮鞋 而通常正物的佛 菩萨或者是护法 都是达赤脚 那么为什么多结雄灯 不是赤脚的呢 那是因为多结雄灯的慈悲 让它穿戴着护皮鞋 象征它以世间神之相救度众生 也意味着多结雄灯可以非常接近我们 让它可以非常快速为我们的需求做出反应 多结雄灯的右手臂上也有一只突宝鼠 突宝鼠象征多结雄灯 它会护持佛法修持者 赐予我们物质上的需求 让我们可以更专注修习佛法 多结雄灯在额头中也有一只第三眼 也称为智慧眼 这表示多结雄灯能同时看透过去 现在以及未来 多结雄灯的左手也拿着一颗怨敌心 这颗怨敌心代表了三个意识 第一 这颗怨敌心象征着我们内心最究竟的愿望 也就是达到证悟 由此可见 多结雄灯会保护及辅助佛法修持者 直到他们达至证悟为止 第二 多结雄灯的手拿着怨敌心 代表多结雄灯可以拔除我们贪、撑、吃、三毒的根源 也就是愚痴 并且可以进一步增长我们的智慧 第三 怨敌心也可以象征多结雄灯的纯菩提心 多结雄灯为了众生的利益 而选择继续留在娑婆世界 多结雄灯的座棋是一只雪狮 雪狮代表多结雄灯无有畏惧 因为他已完全战胜三毒 也表示他一只无畏帮助佛法修持者 雪狮的凶本神态代表多结雄灯 已经完全克服我之 而且没有任何东西比我之更可怕 接下来多结雄灯的身体周围 都被一层层的火焰包围着 这些火焰都是由多结雄灯的菩提心化现而成 并且从它的毛孔散发出来 这火焰可以烧尽由于我们无始以来的恶业 所造成的障碍及无名 而且当我们越靠近多结雄灯的时候 它的火焰就越有效消灭我们修行上的障碍 多结雄灯雪狮狡煞也有一个日轮 代表多结雄灯已经了悟空性 了悟空性可以消除我们修行上的敌人 即是无知妄想已知我 而日轮之下则有一个莲花座 莲花座代表多结雄灯的行为 都是完全以慈悲为本 就是因为如此 多结雄灯都一直不断地救度众生 好 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 希望大家可以更了解多结雄灯法相的意义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